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刚才那只贝尔身上增加了丛林基因与直线基因 丛林与直线都是对手工身上纹路的特征描述 常见的描述还有横纹 丛林纹 直线 粗直线 反直线 无纹等等 雪花贝尔简称SB 手工体内除了拥有贝尔白化基因 还增加了雪花基因的手工 叫做雪花贝尔 雪花贝尔与贝尔在成绩阶段非常相似 有时候特别不好区分 我的理解是雪花贝尔体色更加偏灰白色一些 视频中展示的这只雪花贝尔是引爆风雪基因的 身上的麻点更多一些 不论是贝尔还是雪花贝尔 它们的眼睛一定不是日食眼 超级雪花贝尔简称SSB 就是贝尔白化基因加上超级雪花基因 超级雪花是雪花基因的超级模式 超级雪花简称SS 超级雪花的表现形式都为规则排列的小细点 一排一排的非常好看 留意看手工身体侧面最下边的那排雪花线条 区分超级雪花系列带不带白黄主要就是看它 一会儿我们会在白黄部分详细介绍 说个小的知识点不一定对 SS模式也就是超级雪花模式 如果引日食基因经常表现为白手脚 但是没有白笔子 雷达英文名为RIDAR 基因组成贝尔白化基因加日食基因 也就是贝尔白化基因 简称RD 因为拥有日食基因 再加上贝尔白化基因可以提亮体色 所以雷达的眼睛是鲜红色的 特别鲜亮的红色 特别的好看 讲到了雷达 我带您梳理一下基因的思路 雷达其实就是贝尔白化加上日食基因 雪花雷达就是雪花贝尔加上日食基因 超级雪花雷达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SSRD或者叫超雷 它就是超级雪花贝尔加上日食基因 这么说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如果我们再把雷达加上暴风雪基因 就会得到贝尔系的顶级品系白骑士 也就是贝尔白化加日食加暴风雪基因 在贝尔白化系列中的雷达与川普白化系列中的暴龙 它们的基因组成是类似的 只不过雷达是贝尔白化加日食 暴龙也就是RA是川普白化加日食 而贝尔系的白骑士与川普系列的恶魔白酒是类似的 白骑士简称WK是贝尔白化加日食加暴风雪 恶魔白酒简称DB是川普白化加日食加暴风雪基因组成 视频中这只手工由于这几天配的比较多 有些腿软 可以看到它走路的时候后腿有些抬不起来 有时候缺盖的手工也是这样走路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我们继续介绍贝尔白化系列中的 雪花雷达超级雪花雷达 白黄雪花雷达白黄超级雪花雷达 以及贝尔土匪 希望通过手工城市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报文手工 视频的最后必须有福利 这期视频是手工城市在17年出品的第一个重点视频 也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 同样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手工城市 了解并关注我们 所以本期视频在推送后 只要您将它分享到朋友圈 截图给我们的微信客服号 Gekos City 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手工城市会员折扣卡 本次活动在2月28日前都有效 好了 还是那句话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手工城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